郭文貴議員 有94宗核酸檢測陽性的個案 另外有96宗快速檢測陽性的個案 總共的陽性檢測數字是190宗 我們今天的個案裏有28宗輸入性個案 今天星期一有21宗陽性情報 一共是20間學校 牽涉了19個學生和兩個老師和教職員 找到多兩宗個案在太古城麥當勞 一宗個案是76歲的女士 居住在觀塘麗精花園第六座 另外還有多一位人士 就是男士67歲 他居住在太古城 我們今天都落到麥當勞 會做實地調查和拿樣本 換台北吧 上班 一個小孩 一百年 一百年 一個小孩 他居住在哪兒 他居住在大豪 沒見 他好買 三百年 他誤願